今天的第一和第三篇《讀经》都提到增饼的奇迹 解决了人饥饿的问题 也带出天主提供人的日用粮 我今天就想用日用粮来做主题 反省下几篇《讀经》 特别是福音会连续五个星期 选若望生命食粮的言论 第一篇来自《列皇记》 这篇《讀经》选了他 大概是配合今天福音增饼才选的 里面提到有人给天主的人扼利手 送来二十个大麦饼 先知就吩咐分给其他人 他的仆人不知道这是考验 只是很招直地与先知说 二十个饼哪有够一百个人吃 先知黑利手仍然坚持分 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吃得饱 还有盛餘 信息都几清楚 天主是日用粮终极的提供者 当然需要人努力去配合 但是天主是终极提供的人 这个这样的说法 到今天仍然可以用得上 比方今天虽然很多现代的科技 帮助农作物成长 但是仍然需要天主赐好的天气 再配合才有丰盛 所以我们要感谢天主 赐给我们日用粮 今天仍然是用得上 很多在天主教学校读书的小朋友 因为学校教他们念经 感谢天主赐赐日用粮 听说一个小朋友在家里 很乖按照老师的教训 吃饭之前祈祷 感谢天主赐日用粮 有一次有一个没有信仰的爸爸 想改变这个小朋友的心态 对他说是我赚钱你才有饭吃的 你要多谢我才对 小朋友答得好 可能老师教都不定 天主赐你健康 你才可以工作 才可以赚钱 才养我们的 即是说终极我们都需要天主的帮助 天主赐你健康 你才有力量去工作 去赚钱 去找日用粮给家人 另一个讯息是第一篇《读经》 先知握利手 将别人送给他的这二十个大麦饼 和别人分享 带出这个讯息是好的 所有食物都是因此 自私不同人分享 是有违天主的旨意 所以我们可以推广一些去富庶的国家 因为天主的赚钱 有这么丰盛的收入 应该和一些穷的国家 分享他的食粮 当你和别人分享食粮的时候 不要抱着一个是施舍的心态 而是感谢天主想赐我们这个国家 有这么丰富的食粮 我们是有责任去帮助红的国家的 第二篇《来自厄弗所书》 表面和日用粮好像没什么关系 作为囚犯的保禄 在讲完对基督的信仰之后 就提醒信友 奉动要与所受的重召相情 即是基督的信仰 必然能够产生相情的善行 謙信、温和、忍耐、爱德、和平、合一 好的伦理生活 是有赖基督信仰以来的恩宠 和来自耶稣基督的动机 我们的伦理生活才成为可能 难怪耶稣抗拒肚饿的誘惑 当时讲人生活不止教饼 也都靠天主口中的语言 所以日用粮不单是指维持身体生命的食粮 也都包括熟灵生活的成言和恩赐 第三篇来自《若望福音》 若望用增饼的奇迹 带出耶稣就是生命的食粮 当日的群众是来过穴穴截的犹太人 基本上是有宗教的热性 他们跟耶稣 因为看到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奇迹 可能这是犹太人追求奇迹的性格 也都可能希望耶稣示好他们的缺陷 耶稣用五饼二鱼的奇迹 让他们认出他真正的身份 否则奇迹就会失去他的意义 因为吃饱的群众几个小时之后又饿了 如果看不出耶稣 他能够提供人生命的食粮 耶稣是谁 这个奇迹就会失去他的意义 今天的记载里面 有些地方值得我们做反省 特别有一个地方提到 有很多青草 为什么在这个《增饼奇迹》里面 特别提到那里有很多青草 主要不是讲环保的理由 即是说 不是说那里有很多青草 五千个男人吃饱之后 不要搞到那个地方变成垃圾邦 很多时候我们一大班人去外面野餐 完了之后 那个地方真是能够一塌糊涂 如果我们不整理 圣经提到很多青草 大概是暗示耶稣 他善目的身份 耶稣善目是他带领羊群去找草原的 所以很多青草 表示在他面前的群众 好像羊群一样 需要耶稣带领 才找到食粮 《增饼》的故事有两个亮点 值得我们注意 而一个是那个小朋友的慷慨 他能够将五饼二鱼拿出来 和人们分享 不要小看这一点 分享大概不是一般小朋友的天性 小朋友佔有欲是很强 你要他和人们分享 是父母或者老师的教导 所以我很欣赏这个小朋友的父母 能够教出一个 这么愿意和人们分享的小朋友 可以反省自己的经验 分享很多都是出自后天的教育 有时我看一间学校 他成功与否 是不是一间好学校 我主要不是看学生的成绩是怎样 我会看学生作为一个人 有没有一种慷慨分享服务的心态 因为这些是教出来的 成绩好 你天分高就已经是成绩好了 但是作为一个人 是一个怎样的人 是需要教导 另一个亮点就是 门徒收集睡快 免得糟谈 这个环保的意识就强了 食粮的确是天主的恩赐 不要浪费 浪费食粮是一个罪过 今天我多见到人 外出食饭的时候 会自备一些膠盒 将食剩的东西拿走 这个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启示 若望记载五饼二余的奇迹 和其他对观福音有些不同 这里若望强调是耶稣的主动 是他亲自分给众人 不是交给门徒去分 是他自己分给众人 表示什么强调 是日用量来自天主的 耶稣就是生命的食粮 门徒只不过是在旁边协助 是他们叫众人坐下 是他们帮助收集睡快 而天主才是日用量终极的施育者 我们反省这个主题 日用量 我们每日念天主经 都求天主赐我们日用的食粮 这是耶稣亲自教导我们 这个日用量我们念的时候 当然能够指我身体的需要 也能够指熟灵生命精神的食粮 比方天主的圣言 或者说耶稣的圣体 每次我们念范前经 范前祈祷 或者说每次领言圣体后的祈祷 一方面表示我们感恩 另外一方面我们向天主表示 天主我需要你 你是我的日用量 是一些我非有不可的东西 我非有你不可 我们也可以学习不要浪费食物 教导我们的下一代 不浪费食物 一必表示自己的豪气 叫送的时候叫得太多 嘔到嘔是一个罪过来的 七罪宗里面其中一个 就是叫我们不要贪婪 因为这个可以引申其他的罪过 参涛能够帝令人变成贪婪 变成自私 我们中国人的朱子格言 里面就有这句这样的话 教导他的门生 一足一饭 当师来处不易 半师伴侣 行念物力为奸 我们中国古人都教我们珍惜我们所食的食物 所用的衣服等等 所以每一日我们都要吃饭 而我们每一顿饭 除了晓得感恩之外 更提醒自己同时需要精神的食量 这个就是耶稣所教导的 我是生命的食量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命 阿们 订阅